他成案又有新的證人被約談到案了 也就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他在早上事先抵達廉政署 那麼隨後是前往北檢來進行復訓 在稍早徵訓結束之後 他也做出了簡短的說明 一起來聽 那我今天早上10點鐘 以證人身分到這個廉政署的辦公室 來接受一些相關問題的提問 那我有作證的義務 所以我就是針對於這個廉政官所詢問的事項 我有這個一一的來說明跟答覆 那之後呢我就到了北檢 那也有檢察官來進行一些相關的詢問 那我也據我所知的以證人身分 一一的來答覆 好 那這一次呢主要就是要調查 這個USB隨身碟裡面當中記錄 基隆市長謝國良200 這個200到底是什麼意思 懷疑是政治獻金200萬元 那麼之前呢謝國良受訪時也說過 其實家族企業確實是有和民眾黨有所往來 因為這筆錢是沒有出現在民眾黨的向監察院申報的政治信息當中 那麼另外呢今天除了謝國良之外呢 其實北檢也傳喚了另外一名被告 也就是木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 在稍後也會送往北檢來進行覆訊